哈喽,大家好,小鱼 我这两天上火了嗓,说话都哑了 我现在已经到达成都了 昨天晚上就是在这个酒店入住的 看一看,来 就这环境 一个高楼都没有,全是这样 大道上就这边人过的,全是大车 看到吗,就这环境 我真的是被图片骗了 而且它写的是国际商贸城楼上 我就以为是一个就是商场的楼上的那种 我来到这,我反复看了两三遍导航 我到底导没导错地方 确实没导错地方,就是这 我就在这对付住了一宿啊 也是昨天晚上为了省两个钱 今天呢,就是先去 先找地方先把车刷一刷 十多天了,车也没刷 然后再去上我朋友那儿 把我的快递什么都取了 幼儿老多老多都取了 取了之后看看情况 再找地方咱们把那个什么彻底行李架安上的 这是今天的任务 我到我朋友家了啊 看看,这是这些彻底行李架,这么老大 还有这儿,这应该是 网友朋友给我优的汽水 还有帐篷,还有狗粮 关键是这一袋 这个家伙太大了 一会儿往下拿着我都不好拿呀 我在这儿我朋友家附近找了一个24小时自住刷车的这个啊 可能说6块钱就可以 就自己洗差不多就是6元 均价6元啊 就能把车洗了 我还是第一次在这种洗车的地方给车洗车啊 给你们看看啥样啊 这车从,应该说从家就从出来就没刷过 然后这个是这种啊 我把那个二维码挡一下 是这种骚马洗车的 我等一下的研研究怎么用 现在咱们开始开干 把车这样大概的刷了刷也就这样了 一共花了10块钱 啊 还是刷完之后还是很干净的啊 行了 车刷完了 就会咱们回去按车顶行李价去 期待吧我也老期待了 那种大个玩意儿 这是找了个苦力 两个苦力 这个是上面那个架吧 找了个苦力 咱这研究怎么安呢 这个是它的爪爪 应该是抓到那个什么 抓到那个车上的吧 这是两套吧 这两个阿婆给这 整起来就只壳子了 那你要这个 你要这个 一个 你看再等我整完的别着急啊 我弄完了 你别叫唤 是这么卡的吗 对吗 那应该往后点 嗯 是不是应该稍微往后一点 我这个1米4长没多长1米4 这车身有多长 我这不知道这车身多长 车身得有2米2米2 2米半3米有没有 嗯 是不是有点往前再往后点 啊你要我拿 你说是往前那好往后那好 不知道啊 卡这这个位置吧 这两个位置就哪个位置 我们随便你 这两个阿婆 位置指壳子 别吵别吵 一人一个 一人一个啊 完完的别着急 这下是的 费了老劲了 可算是给安上了 还行 应该能接是吧 就这样安上了 上面是这样的 给你们看整体效果啊 我又给这行李架加工了一下啊 把我的叮当猫贴上了 好可爱呀 我只想叮当猫 特地整完了啊 刚好弄完了 也下雨了 你看上面 我把我的那个行李箱包上了 这样 这样的话这里面你们看地方就大了 我是想在这儿吗 按个按块板 弄个桌子 到时候我得再找绳 把它这样拴上 它就来会开车 它就不会乱 那个啥 一颠 它就不会乱跑了 现在是一颠 它就会乱跑 能绑上就好了 哎 已经不行了 全整完了 刚好下雨了 正好试一下我的那个防雨布子 好不好使 行了 今天这完事了 明天再研究明天 还有明天要整的东西